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16号登场的台北国际书展 今年主题国是位居欧陆中心的匈牙利 除了呈现传统工艺和多元出版品 也将展示匈牙利民主革命60周年的精彩史料 另外华人文坛其女子张爱玲逝世20周年 书展网络老照片和她的旧衣物 重现张爱玲生前最喜爱的公寓 带粉丝走进时光隧道 另一个不能错过的亮点是中央社的摊位 假期忙碌的新闻编辑台 带民众走过老字号通讯社的历史流变 节奏轻快的匈牙利民所舞蹈 为2016台北国际书展揭开序幕 今年书展邀请匈牙利为主题国 带台湾读者透过阅读飞向世界 这个书展已经是24年了 它主要是三个目标 一个是带动阅读风气 第二是促进国际交流 第三就是便利版权的交易 今年特别挑了匈牙利作为书展的主题 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这几年来跟匈牙利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关系 签订了好几个关键的协议 使得我们双方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我们认为台湾国际读写写写 是一个很高的级级的活动 除了外国际读写写写 我们也认为各种活动 例如课程、联谈、音乐表演 电视剧录制、烹饪、描述 或描述工作室 总统马英九这次是强调 台湾使用正体看字 出版了书籍总述 虽然逐年被中国大陆的简字书抽签 但是仍看好正体字和台湾整体的出版能力 台湾每一年大概还有差不多4万种 Titles的出版 相对于中国大陆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书展的时候 他们只有大概13万种 现在已经增加到44万种了 即使如此 大概是我们的10倍 出版的是我们的10倍 但是因为它的人口是我们的57倍 所以我们出版的能量还是超过他们 希望在这个地方透过我们的出版 让正体字能够为更多人所欣赏 我们也希望我们继续携手合作 为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展现 国家文明的指标 我们出版是国家文明的一个指标 能够那么在世界上能够走上走到世界 能够让世界看得到台湾 马总统每年都历临台北国际书展 这次也做足功课 列书单买了20本书 更借着逛书展 关心国内各大出版业者和独立书店的运作 今年是逢华人作家张爱玲试试20周年 马总统也特地到现场的特展区 感受复刻版张爱玲上海公寓的创作氛围 本届书展展期六天 共有多达66国 超过660家出版社共襄盛举 中央通讯社参展主推最新年鉴 全球中央杂志和历年出版书籍 同时因应数位时代 除了新闻网站也推出网络商城 和汇整旅游汽车等最新资讯的复刊网页 方便新世代读者只要动动手指手滑手机 就能享受阅读和购物的乐趣 中央社记者王一文张志燕台北报道 美国与东南亚国协高峰会在加州落幕 聚焦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和南海主权争议 其中多个与会国家都声称拥有南海主权 美国总统欧巴马期盼这些国家统一口径 要求依国际法解决南海争议与中国大陆抗衡 大陆近年来在南海动作频繁 除了填海造交之外 还将岛礁军事化建设跑道和港口 引起南海深所各方不满 东协峰会期间 美国媒体更引用卫星照片 指控中方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 部署地对空飞弹系统 五角大厦已证实照片是真的 美国总统欧巴马在会后记者会上 呼吁采取具体措施降低南海的紧张情势 包括停止在争议区填海造路 停止该区域军事化等措施 形同直接对大陆发出警告 明年即将卸任的欧巴马 任内倡导重返亚洲的外交政策 这次他和东南亚国协领袖会面 要确保这一项政绩永垂不朽 I believe this summit has put the U.S.-ASEAN partnership on a new trajectory that will carry us to even greater heights in the decades ahead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 including Southeast Asia will continue to be a foreign policy priority of my presidency I look forward to visiting Vietnam for the first time in May and to becoming the first U.S. president to visit Laos when it hosts the East Asia Summit in September I'm confident that whoever the next president may be will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that we've laid 这场峰会在欧巴马曾接待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阳光庄园举行 彰显美国抗衡北京势力的意味浓厚 这回东斜十国都赏脸出席 与会领袖各个都是话题人物 包括2015年5月发动政变上台 镇压异议人士的泰国总理帕拉玉 以及执政超过30年使尽手段夺权的 柬埔寨总理洪森 还有深陷贪污丑闻疑似 疑似A了国家投资基金7亿美元的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 还有卖家具出身自奉节俭的 印尼总统佐科威 出席领袖多具争议 峰会场外抗议声不断 也形成另一种风景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红年到来 美国首府华盛队的侨胞热闹过节 在中国城举行农历新年游行 三太子和武师队伍穿梭其中 浓浓的年味吸引民众驻足欣赏 驻美代表神旅群夫妇和当地政要 也都出席这场一年一度的盛大活动 华府参议员特别向南台湾 正在伤亡表达哀悼之意 白宫亚太义顾问委员会主席 也捐读欧巴马董统夫妇的新年课词 这服所有人幸福健康万事如意 尽管当地气温低于摄氏运度 侨社侨胞不减热情 集体参与 要把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 传给下一代 也让更多美国民众感受到过年气氛 中央社记者廖汉原 华盛顿报道 长桌上摆设三山 烧猪烧家和糕点等 台湾闽南人在年初九之天 都会有拜天宫的祭祀活动 在马来西亚不见人也不例外 尽管受到去年大马德行消费税 够大足消费率 加上马币严重贬值 造成进口商品昂贵 购买力下滑 但贩售供品的店家 交易倒很乐弱 拜天宫对我们福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日子 还重要过这个厨艺 然后这个拜天宫我们用的东西是三生 水果 发糕 然后我们祈求小贩们平平万安 然后生意兴隆 风飘雨顺 随着编炮鼎燃也向江青的一年开始 经过时代不断演变 除了源自福建的民众会在年初九拜天宫外 其他籍贯的华人也在近年加入行业 快天宫的规模越来越壮观 也吸引不少国内外游客 造热闹一起感受大马华人庆典 中央社记者郭朝和基隆坡报道 农历年前南台湾一场强震 造成把鱼人死亡数十个家庭霍灭 上海玉佛禅寺特地为灾民以及罹难者 举行祈福超建法会 寺庙方丈送经祈愿 愿逝者安息 生者平安坚强 玉佛寺并以实际行动捐款人民币五十万元 约合新台币两百五十万 希望灾民能早日重建家园 上海玉佛寺是我们上海最古老的 这个有名的寺庙之一 他们跟我们台湾的佛教界的关系非常的良好 那么对于台湾两三次的地震 他们都给予援助 我们所有在大陆的台商都很愿意伸出援手帮助台湾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家 上海台商协会除了代表台湾向玉佛寺表达感谢 也将自行募捐的一百五十万人民币 透过红十字会以及海基会援助灾区民众 中央社记者冯昭上海报导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尼泊尔去年搬行新宪法将境内划分为七个省邦 引发少数民族不满 尤其是和印度有身后渊源的马德西人 新宪法公布后 印度变相对尼泊尔实施经济封锁 以安全为由关闭边界阻断能源和物资通行 两国关系降到冰点 本月19到20号 尼泊尔总理奥利将进行任内首访印度 外界认为这将是两国关系改善的一大契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并非兴адせて 联系 李 Freedom 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